1984年,中越在松茅岭大战一场 战报送到叶剑英元帅跟前 叶帅贵然常态 淮海大战以来 还没见过这么多敌人尸体 那究竟是怎么样惨烈的战斗 让叶剑英元帅发出了如此感叹 中苏关系恶化之后 苏联便开始想办法给中国使绊子 越南也与中国有了领土纠纷 双方摩擦不断 有了苏联支持的越南 觉得自己有机会挑衅中国 于是在中国边境不断制造事端 引发流血冲突 想要借此攫取利益 而中方一忍再忍 对越南以警告为主 然而越南却将中国的诚意当作示弱 反而变本加厉 这让中国觉得与越南一战不可避免 1979年2月17日 中国发动了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 仅仅花了28天时间 就将越南军队打得丢亏气甲 然而解放军冰封直指越南首都 战略目标达到 解放军撤出越南 临走之前带走了当年援越抗美的物资 和基础设施建设 准备结束这场战争 而越南北部的工业基础 经此一役被彻底摧毁 这让越南心有不甘 在明知双方实力差距的情况下 挑动国内对中国的民族情绪 重新招募了大量兵员 依旧要富于顽抗 趁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撤出的机会 越南侵占了老山阴山地区 并且在老山地区修筑军事防御攻势 架设大炮 危害我边境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为了夺回老山 解放军与越南军队展开了拉锯战 越南倾举国之力对抗中国 中国采用的却是各大军区车轮战的方式 可谓是一代劳 将老山当作了解放军的实战练兵场 这一段时间的战斗 也被称作老山轮战或者两山轮战 之后 越南趁解放军不备 占据了老山与殷山 但是等解放军反攻之后 老山与殷山的大部分阵地 重新回到了中国的控制范围之内 这让越南非常不甘心 当时李孙给越南国防部下达了最后通牒 要求越南部队夺回这些阵地 并且不惜为此 再次在后方调集部队 甚至是调动民兵力量 而最高领导人下了命令 越南部队在1984年4月和6月 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了强烈的反扑 给解放军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但是没过多久 解放军又重新将这些阵地夺了回来 越南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反而被逼退到了清水河一线 这反而激发了他们的斗志 如果这条防线再次被攻陷 越南本土就暴露在解放军的攻击范围之内了 越南极了 在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下 他们制定了新的计划 MB-84战役计划 这个计划的主要战斗地点就是松毛岭 松毛岭在两山之间 如果被越南占领 便会切断两山之间的联系 给我军带来麻烦 甚至可能被越军经此攻占老山 1984年 越南极全国之力反扑 目标直指松毛岭 如果被越南得逞 后果不堪设想 危机之时 解放军该如何应对呢 越南军队其实是解放军的学生 在抗美援越的时候 越南人的战术战略 那都是中国人教的 中国对越南的风格一清二楚 在发动总攻之前 越南进行了大量的军事演习 各种调动动静那么大 情报早被中方破译了 知道他们要进攻松毛岭 12个炮兵连和4个坦克连 已经等着他们了 当时118团副团长杨公立 很有对付越南人的经验 他提出了建议 按照解放军的习惯 这种情况一般是两翼穿插 切断后方补给 然后另一支部队从正面进攻 越南显然没到清出于蓝的地步 想来也逃不出这种战术 但是在战术穿插的祖宗面前 玩战术穿插 颇有点班门弄斧的味道 解放军会如何应对呢 穷则战术穿插 达则火力覆盖位 杨公立提出了兵力前倾厚重 火力厚重前倾的部署方案 简单来说就是步兵退后 火炮上 当时越南急行军 准备悄悄摸到中国阵殿 来给解放军一次夜战骑袭 只是解放军实在是知己知彼 19炮兵团团长赵扣斌 当晚就觉得越南可能会摸过来 于是向上级请示了一下 准备开火试探 他根据自己的感觉 对清水河以北300米的那一片地方 轰了一阵 奈何轰完之后无事发生 还让赵扣斌遗憾了一下 猜错了浪费炮弹 而赵扣斌遗憾的时候 越南却是一阵兵荒马乱 其实赵扣斌并没有猜错 当时确实有一支越南部队秘密前行中 赵扣斌时间地点都猜得分毫不差 两位营长当场阵亡 弄得这支骑袭部队 很是群龙无守了一阵子 但却硬生生不敢吱声 秘密部队才叫骑袭嘛 为了不让中国发现 这支部队被炸得满面开花的越南军队 愣是没坑气 哪怕是有被炸伤的士兵没有得到治疗 直接死掉 硬生生没让解放军发现他们 只能说解放军实在太了解他们了 越南军队还没有到达战场 便被炮轰了一阵 1984年712炮战 中越血战松毛铃 我军用3400吨炮弹彻底打服越军 那我军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7月12日凌晨 越南过万军队从各个方向向解放军发起猛烈反扑 而在杨公立的建议下解放军一轮轮骑射 对越军进行了地毯式轰炸 越南军队一批批阵亡 但是毕竟越南第二司令战前是立了军令状的 于是士兵们不要命似的 当作炮灰用自己的生命消耗炮弹 在越军不要命的打法面前 解放军的火力很快告急 越军趁机占据了两个高地 甚至有越军赶死队摸到了119团指挥部的位置 但119团团长张又霞此事并没有慌乱 对战局进行了冷静分析 虽然现在转移指挥部会比较保险 但是却是对解放军士气的极大打击 虽然越军人数比解放军多 但是周师劳顿打了这么久 都是凭借一口气顶着 只要扛到弹药支援赶到 胜利必然是属于解放军的 在战斗开始之前 张又霞便已经为指挥部的安全做出了部署 修了很多猫耳洞和坑道 此时扛一段时间是没有问题的 而张又霞基于此做出了不撤退的指令 让警卫排对抗越军 火力不够 等越军进入50米范围内再开火 加大杀伤力 节约弹药 一条条指令有条不稳地下达了下去 解放军士气大震 现场喊杀声 混杂着炮火声 隆隆震天 在张又霞的指挥之下 解放军稳住了阵脚 与越南军队纠缠在一起 下午一点左右 弹药支援到场 在场的将士们露出了笑容 对越军展开了新一轮的火力覆盖 炸的越军躲在战壕里头都不敢抬 松茅岭一战 我军打出了3400吨炮弹 成为新的世界纪录 打的炮管子直接能点烟 留下了对方3700条人命 我军的损失只有越军的八分之一 漫山遍野都是越军的尸体 被炸梦了的越南军队头也不回 丢亏弃甲溃逃而去 连战友的尸体都顾不上 后来经过协商 中方同意越南来收敛遗体 但是只能有50人 不能带武器 可惜越南没有遵守 来了六七十鹤枪实弹的士兵 还想趁机搞事 被解放军赶了出去 于是那些尸体无人收敛 只能焚烧 这是老山轮战中 越军最激烈 也是最后一次反扑 1988年双方签署了协议 中越边境回归和平 自从朝鲜战争之后 我军便患上了火力不足恐惧症 嘴上嫌弃着美军 只会炮火洗地没有战术 心里却都是羡慕 此次更是尝到了火力覆盖的甜头 于是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 火力不足恐惧症越发严重 如今的中越差距进一步拉大 越南再也没有胆子 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了